早起遍天花板毫無預警 從天而降 下一秒畫面更驚悚 一名工人雙腳垂掛半空中不斷掙扎 最後似乎撐不住 幾乎快摔落地面 這時還有不知情的旅客 搭手扶梯上樓 事發就在四號下午兩點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北側出境旅客休息區 當時政界進行維護作業 卻沒有依照機場規定 將作業區跟旅客活動區域 進行隔離 工作人員作業疏失 又導致天花板掉落 嚇壞不少旅客 機場公司表示 天花板已經恢復原狀 幸好沒有人受傷 將會進行內部檢討 並依合約重罰廠商 只不過上個月底 桃機才有接駁車撞上高空 清洗作業車的伸縮壁 現在又發生公安意外 難免讓旅客走在機場 也先怕怕 華氏新聞楊姿怡桃源報導 哈囉我是莊宇傑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